等于你父母反悔之后 你们就顺利的又复婚了 复婚是谁提的 复婚是谁提的 我提的 我提的 你提的复婚 离婚也是我提的 你都同意了 对吧 他跟我说的可好了 你是不是同意他的投资方向 你先说清楚 对 对吧 他要求跟你复婚的时候 你为什么跟他复婚 是因为有感情吗 还是别的 还是有感情 那肯定是啊 因为按投资方向来说 这买卖已经败了 正常情况 如果为了买卖的话 就不会再负了 对不对 是这么个逻辑吧 那经过了这样一个折腾之后 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后来我怀疑他有外遇了 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 他天天跟那个 我们吃饭的时候 跟他有个姐姐 天天有说有笑 一聊聊那么长时间 一开始吧 我还没在意 后来有时候我们上街 他还给人买东西 我说我是你媳妇 他是你媳妇啊 你给他买东西 怎么不给我买东西呢 依依啊 你怎么不给别的朋友买东西呢 为什么就给他买东西啊 这么说吧 因为我们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那个朋友 就是姐弟 那个也是他在外打工 我们都是多少年不见了 他这次呢 说也是家庭聚会类型的 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聚在一起 一捞一些磕 完了出去逛街 这个老婆提的问题提的特别好 就是你为什么不跟我捞磕 你不跟我逛街 你跟人家逛街呢 以前吧我也跟他唠嗑 但是经过就是这段时间总吵架 他对我一点都不信任 咱这么说 我出去吧 和这些所有的客户去跟他们交流 跟他们沟通 每天的精神就是绑得非常紧 回家呢我就想安安静地休息 他呢我一回家呢就跟 就跟反间谍似的 查我这个查我那个 所以说我跟他说话 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 那还不是因为你给你前女友 你俩又说又聊的啊 这什么还有前女友的事啊 我每次一回家 他们的电话聊的呀 有说有笑跟看电影是吧 他从来没行的 媳妇你回来了啊 没有 完了我就行的 这跟谁呢 客户打电话也不能天天聊啊 那天我问他 我说你跟谁打电话 他说我前女友 我们以前也出过一段时间 他这段时间呢 就是感觉 感情可能是受了点波折吧 他受波折 给你打什么电话 他受波折 他就找你啊 给我打电话了 你考虑过结婚 那么有孩子吗 我就是因为考虑这些 所以说我不怎么理他 就是你打了电话了 还天天接电话的 还有说有笑的 那天告我 我没给你打电话 光接了 那天我拿他身份证去查 你一跟人聊聊 好几十分钟 都给我气的 都不行了 回家我说的 他说你查我隐私 你要不给你打电话 我能查你吗 好几十分钟